王赫帝彭于燕与霍建华的综合体 下面我们来盘点一下 《流星花园》中 王赫帝扮演的道明寺的穿搭 首先放一张我们弟弟的照片 道明寺在剧中的性格是属于皮帅类的 服装师在衣服的搭配上 一般都具有人物的个人特色 所以他穿的毛衣 一般都有一个外搭的项链作为装饰 提升皮帅气质 红黑壮色的卫衣大红色半高领 毛衣不得不说男生 穿黑色和大红色都很好看 气场起码高达2米 他这个微笑我心都要化了 怎么可以那么帅呀 接着就是各种连帽卫衣 我觉得连帽卫衣真的是百搭的一项时尚单品 是好多男女明星的最爱 不管是内搭还是外穿都好看 佟丽娅白色卫衣外搭迷彩外套 侯明号白色卫衣 外搭短款外套陆寒妥色 卫衣搭配妥色大衣 下面我们看看剧中的道明寺的卫衣怎么搭的 红色卫衣外搭蓝色金丝绒金丝绒材质的外套 显得里面的红色卫衣不会太显眼 反而凸显得红色的高贵气质 简直就是低调奢华有内涵 酒红色连帽卫衣搭配杂色棒球服这套搭配 我们四字弟弟一样千玺也穿过 男生这样穿就显得青春活泼 哎呀呀喜欢辣千玺白色连帽卫衣 外搭米色棒球服酒红色卫衣酒红色卫 一加黑色裤子加帆布鞋酒红色 真的是我超喜欢的一个颜色 好多名星都穿过酒红色马斯纯酒红色连帽卫衣 原谅我这张图片没解好 阿四这一身真的爆帅 这张卫衣上也搭配了项链 看起来更酷 红色卫衣外搭卫衣 我们一星红色卫衣搭配蓝色牛仔外套也是很好看的 红色卫衣外搭蓝色牛仔外套 然后就是黑色卫衣一单穿 黑白灰就是三个经典色 不会穿就穿黑白灰 黑色卫衣加黑色裤子加帆布鞋 下面是一套白色的卫衣下搭白色的运动裤 一整套通常一整套的衣服 我都不怎么来电 没有什么特色 不过我们弟弟靠颜值撑起来了 不过我们帅气的东风也有过类似的搭配 白色棒球帽加白色卫衣加白色 短裤加白鞋夏天穿着一身刚刚好 有种学生时代清新帅气学长的味道 哈哈好帅 金丝绒卫衣不得不说 这件卫衣真的好好看 手臂旁边是刺绣的字 又不浮夸 接下来就是卫衣了 各种深色的卫衣 符合到名次表面霸道的人设 蓝色卫衣内搭白色衬衫 蓝色卫衣外加草绿色外套黑色卫衣 加紧身牛仔裤到名次上半身的黑色的卫衣 我觉得简单又好看 但是这个裤子的颜色 我目前的欣赏水平还是欣赏不来 哈哈 但是下面这一身 这个黑裤子我就觉得很好看呀 最重要的是鞋超好看 很加分的 下面是白色衬衫加深色毛衣加打衣 不得不说长得高的男生穿大衣 简直不要太帅好吗 哈哈 下面大衣内搭红色毛衣 这部剧里我们阿四真的穿了好多红色毛衣呀 第一次看见一个一个男生把红色穿得那么霸气 而且深情 下面到了羊羔服长款 短款我们阿四都能hold住 最后这件羊羔服真的好好看 羊羔服也是好多女明星的最爱 baby米色羊羔服装下面这套 我暂时没有欣赏能力 哈哈 不过我想说只要长得帅 穿啥都好看 稀稀然后就是皮衣了 下面这组图简直就是写草以控 怎么会有人是天生的衣架子 黑色皮衣真的好好看 就那么随便穿穿就很好看 尤其是内搭白色 不管是衬衫还是T恤这件粉色的皮衣也不错 柔和了一点气场 接下来就是棉服 男生穿这样的棉服 应该都可以称作初恋型吧 看外形就知道 这又是一群女孩的青春 组后我认为最帅的两套穿搭压轴了 内搭的这件黑色格子 简直就是爆款 不管男生女生穿都很好看呀 流星花园到明寺第二波穿搭整理 到这里就结束了 下面附几张王鹤蒂私服穿搭 整理不易 希望大家能给我个小星星 摸摸搭 哈哈 谢谢大家 好